唯我独尊的李仲九 就是这么的霸气 面对着手持电子枪的警察 也依然面不改色 即便身上被打成了马蜂窝 也依旧非常淡定的硬挺中 只是倒下去 被警察们给抬进急救室里抢救而已 这就是2023韩国最新上映的 由李仲九一人饰演 熊大和熊二双脚 让人笑哈哈哈哈哈哈的动作 黑色喜剧电影 熊男 在多年前 整整偷吃了一百天的爱草和大蒜头的双胞胎小黑熊 竟在山洞里奇迹般地变成了人类的模样 且还被两个浑然不同环境的家庭给收养 然而即便从黑熊变化成人类的模样并长大成人 但身上却依然有着黑熊的本性 因此当警察时的熊二 仅仅凭着敏锐的嗅觉 也都能准确不二地猜出司机的饮酒值 为警方省下了不少的电池经费 而且还靠着敏锐的听觉 轻而易举的就能听到十里开外的求救声 并以百公里加速仅需一贯锋利的速度跑步去时 还被监控当成超速的汽车给开出罚单 在河里徒手抓鱼那更是熊二的强项 为此还帮助仅有二十个粉丝的好友 在户外直播徒手抓鱼时 却被粉丝们误认成了好友的父亲 明明看着就是52岁的精神大叔 你非要说他是25岁的中年小伙 因此成功地让好友调上了19个粉丝 就连下山寻找食物的野猪们 在熊二的教育下 也都是乖乖地点点头保证不在下山 为此气急败坏的野猪 竟在事后也吃上艾草和大蒜头 变成郑宇圣要找他报仇 然而更扯鸡巴蛋的是 即便熊二变成了人类 但当进入冬季之时 他就会像黑熊一样 即使正在吃饭 也都会在煞时间进入到冬眠的状态 事实不管如何也都无法叫醒他 而另一边 熊大的成长环境却与熊二甚至大相径庭 当年打猎中的黑帮大佬李会长 在森林里竟发现了 就连猎狗们都害怕的光屁股的熊大 但无恶不作的李会长 多年来却将他培养成了毫无感情可言的打手 且如今还被李会长收养成为干儿子 并做上了帮派里的第二把交易 为李会长的毒品生意沾前马后 但这一次的交易中 虽碰上了硬是要黑是黑的黑帮 然而在熊大的面前 这群乌合之众却全都不堪一击 轻而易举地就被熊大给打得满地爪牙 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很快就惊动了一直在调查他们的警察队长抠门哥 并向全国下达了对熊大的拘捕令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熊二 又被好友忽悠过去帮他赌钱时 却不慎被前来抓捕的警察给逮捕 还误把他当成了正在被通缉的熊大 并移交给了抠门哥 但抠门哥却惊讶地发现 他根本就不是熊大 而且还是个前退役的警察 正准备要将他给释放出去时 却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为了抓捕贩卖毒品的李会长 竟想要让熊二伪装成熊大 准备混入李会长的身边将其给逮捕 然而当来到警察局的熊二 却想起当年李博士与人的通话 自己因为是黑熊 所以只有25年的寿命 为此无心工作的他竟被警察队伍给开除 致使让母亲为他伤透了心 一想到这些 一心就想要恢复警察职务的熊二 还没等抠门哥介绍任务 一个进的就是一个字 干干干的进如愿地恢复了警察的职务 可不成想 好几天下来 整天除了睡觉就是吃喝拉撒的熊二 老瓜子却笨得让抠门哥都开始怀疑起了人生 这么多天下来 这家伙竟然连目标的名字都记不住 简直就是超级大笨熊啊 但抠门哥却意外地发现 熊二的好友似乎和他很有默契感 便试图请他来帮忙时 这两个家伙竟然连回答都一模一样 真不愧是在一个村庄里 穿着一个开裆裤长大的好兄弟啊 差点就让抠门哥的血压一下子就飙到了屋顶上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熊二竟然在好友的帮助下 将目标的所有资料全都被的滚瓜烂数 原来好友在拇指上写下了所有的资料 而熊二竟靠着黑熊的眼力 这才轻而易举地蒙混过关 但在随后的铁沙掌训练中 缺练的满手都成了大熊掌 而易容的训练更是不堪入目 熊二走路的样子简直就是盖溜子的存在啊 一点都没有黑帮大哥该有的霸气机 但还是在多日的刻苦训练下 终于将熊二练成了熊大的模样 随即抠门哥便带着一群警察 把在停车场里一人群殴着一群人的熊大 好不容易给抓了起来 并在李会长必经的机场里埋伏好 准备在李会长到来时 让熊二顶替熊大靠近李会长 趁机抢夺李会长手中的炸弹箱子 在将其给逮捕之时 抠门哥却突然收到 本该躺床一个月才能醒来的熊大 竟然逃离了医院 而且李会长似乎也有所察觉 很快就摆脱掉警察的追捕逃离了机场 但好在好友用无人机追踪 一路跟着李会长的车辆来到了码头上 面对着茫茫的仓库 熊二竟然靠着敏锐的嗅觉 很快就定位到了李会长的藏身之处 并一路前来寻找之时 却让好友误把他当成熊大 给吓得差点就吓尿了裤兜子 为了拖住李会长逃离 熊二伪装成熊大的模样 虽瑟瑟发抖地进入到李会长所在的仓库 但躲闪不及的眼神 以及专为吓唬熊大的口头禅 却让李会长一下子就识破了熊二的身份 可即便对方有再多的人 还是被力大无比的熊二 再眨眼的功夫就将所有的人全都给打趴在地 并急忙追出来想要抓住李会长时 熊大竟然也来到这里 还为了保护李会长安全地离开 竟拿着炸弹箱子为其垫后 而熊二在劝说无果下 竟直接冲上去与之猛烈的私打 就这样 两个亲兄弟开始你死我活的私打众 眼看熊二根本不敌熊大 即将要被他杀死之时 熊大却突然看到身后的李博士夫妇 让他回想起了 在之前受命潜入进李博士的家里时 误将他当成熊二对其宠爱有加的两人 似乎唤醒了熊大善良的一面 最终也放弃了挣扎 但眼看箱子里的炸弹即将就要爆炸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胸怀壮志的熊二满心愧疚地向父母告别后 并毫无顾虑地跳进大海里 拿着炸弹箱子一直往海底伸出游进去时 良心发现的熊大却为了救出熊弟 一跃跳进海里抢夺熊二手中的炸弹箱子 依依不舍地潜入到深海处 引爆了炸弹箱子 电影的最后 恢复警察身份的熊二 又或许可能是熊大吧 最后的彩蛋里 深入海底的熊大竟然没有被炸死 且一家四口人还在一起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 以上是韩国最新上映的电影熊男 喜欢的不妨去看看原片哦